李总是个远道而来的嫖客,第一次来亮点茶楼,要是李总这样自诩见多识广的大老板,也不由得嘖嘖地称其,厂量的大厅里竟然排了一百多号人。 这亮点茶楼,不愧是重庆最有名的地下色情场所,果然名副其实,从晚上十点等到十一点多,好不容易轮到了李总,哪知道竟然被前面的人插了队,李总的酒气加怒气一下就爆发了出来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,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,李总一副轻易不肯罢休的模样,揪住领班的衣领,问他们这算什么意思?是不是看不起他? 领班干笑着试图安抚李总,叫李总先别生气,他们马上给李总安排,李总要求要给他安排个最漂亮的。 他环顾了一周,兵上了不远处一个穿旗袍的姑娘,姿荣出众,身材玲珑,是李总喜欢的款,他仗着九一三两步走到那个姑娘的身边,一把抱住了他。 这姑娘瞧着手,身上却有肉,抱着正舒服,李总满意了,可领班见到这一幕却吓得脸色发了白,连忙去扯开李总,那个被抱住的姑娘却比领班淡定多了,他对着李总娇俏一笑,眼波流转间,很快就抚平了李总的怨念和怒气。 女人的声音娇娇脆脆,带着穿雨口音的说让李总不高兴了,是他们的错。可他真不是这里的小姐。 领班的将李总拉开后,对着那个旗袍女子,恭敬又厚怕的叫了一声三姐。 听到这个称呼,李总心里一阵惊讶,再来之前李总就听人说过,这家名为茶楼,十位营窟的背后老板,是一位外号叫三姐的女人。 他想当然的觉得,能够做下这么大的产业,这老板必然是个有手段有魄力的女子,年龄自然不会小了,可哪里想得到。 原来这幕后老板,竟然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年轻美女。 三姐本名王子起,听着就是个美人名。 他轻轻松松几句话,就弄清楚了情况,随即一笑地吩咐领班,给李总安排了最新的头牌。 这位新的头牌姑娘姓蔡,各高盘量,听说以前还是舞蹈学院的,身上有绝活。 小蔡不愧是亮点的头牌,很快就转移了李总的注意力。 一个钟下来,小蔡把李总伺候得妥妥贴贴,心满意足。 李总自此变成了亮点的常客,只要来重庆出差,必然要来亮点放松。 而且每次都会点小蔡。 自古以来,这男人最爱的就是救风尘。 一来二去的,李总对小蔡也算有了点感情。 在一次的翻云覆雨之后,李总脱口而出地问小蔡,他要不要换一个行当。 听到李总的话,小蔡愣了一下,然后说他也想。 可是,话说到一半,小蔡便像是咬了舌头似的。 一下子进了声,连着摇头。 接着小蔡微笑着说他这样也挺好的,便急匆匆地穿了衣服跑了出去。 李总知道他是急着去接下一个客人。 亮点里的小姐都特别敬业。 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。 就封城失败。 李总失望而归。 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。 毕竟小蔡对他而言。 只是一个有点好感的小姐。 他的客人又不只有他一个。 时隔半年之后,李总又来重庆出差。 跟几个生意伙伴吃完了饭后,李总熟门熟路地来到亮点。 习惯性地点了小蔡的钟。 可是却被告知小蔡有事。 没法接待他。 这让远道而来的李总有点不爽。 加上喝了点酒。 声音不免大了一些。 恰好王兹启就在边上。 他笑着上前打招呼。 看在王子启的面子上。 李总维持了几分绅士风度。 同意换个小姐。 这个叫小江的姑娘。 长相和身材上略输一点给小蔡。 但是一身皮肉格外的水嫩。 嘴巴也够甜。 一口一个好哥哥的把李总叫得心花木放。 很快就把小蔡和那点不爽忘了个一干二净。 45分钟后。 小江伺候完了李总。 也如当初的小蔡那般急匆匆地离开了。 李总心满意足地穿好衣服准备离开。 走到楼下才发现。 自己落了东西。 所以只能去而复返。 炎炎夏日。 正是用电高峰期。 李总走在楼梯上。 突然灯一按。 原来是停电了。 李总借着窗户里透来的月光。 继续往上走着。 他喝得有点多了。 脑袋昏昏沉沉的。 压根没发现自己多走了一层。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。 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次地见到小蔡。 李总走了十几步发现了不对劲。 就算停电了也不该这么安静。 整个楼道阴森又寂静。 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。 仿佛一张大嘴随时准备吞噬他。 李总心头一跳。 他想起来亮点茶楼的楼上一层。 很少有人上去。 那是茶楼的储藏区。 自己莫不是走错了。 李总正准备转身掉头。 谁知道这时候突然来电。 走廊里的电灯刷的一下子亮了起来。 李总双眼被刺了下。 不由自主地瞇了下眼。 眼神随意地瞄到了一间小房间的门缝。 就这一眼。 李总整个人惊恐地差点叫出声来。 原来。 小房间里吊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。 她的身上满是轻轻子子的伤痕。 脑袋已非正常的角度扭曲着。 头发散落在一边。 露出了半张清白的脸。 虽然这张脸有些变形。 可是李总还是认了出来。 这正是半年多没见的小菜。 这一刻李总的酒彻底醒了。 她没赶上前。 不用试探。 她就知道小菜已经死了。 活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脸色的。 李总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 明明是剩下的夜。 她却全身发寒。 瑟瑟发抖。 小菜怎么会死了? 是谁打死了她? 不论真凶是谁。 总之小菜的死。 肯定和亮点茶楼离不开关系。 李总逃回酒店。 抱着马桶吐了个干净后。 下了一个决心。 她得报警。 无论如何。 小菜也是和她有过几次温存的女人。 让她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她实在是做不到。 李总压低了声音。 对着接线员强调了好几遍。 说亮点茶馆打死人了。 一个女的。 活生生的被打死了。 就是那个有很多小姐的亮点茶楼。 老板叫三姐的那个。 可是当警方按照李总所说的地址找去时。 哪里还有小菜的尸体。 警方再三跟李总确认地址。 李总恍惚之间也忍不住怀疑自己。 那句不满伤痕的清白尸体。 是不是她喝多了之后的幻觉。 没有尸体自然就没有后续了。 李总没再敢去重庆。 她特地派了个女副总接管了重庆的生意。 偶尔的时候。 李总也会通过电话。 装作不经意地跟重庆当地的合作。 方聊起亮点茶楼。 李总从电话里得知。 那个叫三姐的女人。 不仅没有任何事。 反而又开了新的分店。 生意红红火火的。 日进抖金。 而那个叫小菜的姑娘。 以及不知道多少像她那样的姑娘。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。 消失在那座痴人的茶楼里。 尸故无存。 销声匿迹。 不会有人相信。 在21世纪的中国。 还存在这样一个暴力而残忍的小姐集中营。 而独裁者。 就是眼前这个性感娇媚的年轻女人。 早上8点钟。 还不到亮点茶楼开门营业的时间。 刚刚结束了一夜工作的小姐们。 都被叫了起来。 王子齐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。 几百号小姐聚集到了大厅里。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众人面面相去。 不知道最近茶楼发生了什么。 竟然要三姐亲自出马。 站在前面的王子齐。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小姐。 她们与她是摇钱树。 是工具人。 而现在。 这里面可能出现了背叛她的人。 这是王子齐不能容忍的事。 前几日。 昔日的头牌姑娘小菜死了。 对于亮点茶楼来说。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。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。 有人竟然因此报了警。 要不是王子齐警觉。 只怕这次亮点麻烦就大了。 原来。 警方之所以没有找到小菜的尸体。 是因为王子齐早就已经找门路。 把小菜送去了火葬场。 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 死无对证。 还有谁能找她麻烦。 虽然是虚惊一场。 然而王子齐依旧很愤怒。 竟然有人敢报警。 王子齐并不知道。 外地的李总亲眼看到了小菜的尸体。 所以他首先怀疑的。 就是亮点里面出了内鬼。 为了以防万一。 王子齐决定彻查到底。 王子齐手中握着一根桌球杆。 是小姐们最恐惧的东西之一。 可是跟王子齐比起来。 台球杆仿佛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。 眼前这个长相和身材都格外出众的女人。 才是小姐们心中的恶魔。 这里的小姐。 绝大多数都是被骗来的。 为了让这些人乖乖听话。 王子齐亲自给小姐们设定了培训课程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。 那就是打碎他们做人的尊严。 只有抛弃了尊严。 才能任人被所欲为。 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。 在这个地方。 身为女人的小姐们甚至失去了月经自由。 每个小姐都必须吃药。 月经量会越来越少。 直至最后没有了。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时间。 用来接客。 进入亮点茶楼后。 但凡不从者。 抽耳光。 打断腿这都还算是好的。 要是被关进小黑屋。 那就不知道会遭遇什么了。 毒打。 性月。 轮间。 断水断粮或食物。 像小菜这样活活被打死。 经过这一系列的培训后。 在骨头硬的小姐也不得不认命。 进来的时候还都是一个个会哭会闹的人。 经过王子奇的手。 就变成连洗澡也掐表的接客机器了。 王子奇对小姐们的威慑力超乎想象。 在这里。 她才是说一不二的统治者。 而这一次。 竟然有人因为小菜的死而报警。 这彻底惹怒了王子奇。 王子奇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。 发出微微的回响。 没有一个人敢滋生。 在这种恐怖而沉默的氛围中。 王子奇笑了起来。 说既然没有人承认。 那就互相举报。 谁跟小菜的关系最好。 王子奇笑咪咪的说出了。 让在场所有小姐都胆寒的一句话。 互相举报。 这是王子奇最常用的办法。 为了控制小姐们。 尤其不让他们联合起来。 每一天她都会让小姐们。 互相点出疑似有问题的小姐。 被点名的小姐要么自扇耳光。 要么就被这里的看管当众暴打。 工具一般就是王子奇手中的抬球杆。 迄今为止。 已经打断了不知道多少根抬球杆了。 而这一根未断的抬球杆上面。 又不知道沾了多少小姐的血。 跟小菜同乡的娟子。 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 娟子害怕极了。 她连连摇头的说真的不是她。 她跟小菜是同乡。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怎么说过话。 她怎么可能会为了小菜冒险报警。 可是其他小姐。 是不会管她到底跟小菜有没有交情的。 她们为的是赶紧摘除自己的嫌疑。 一个小姐缩在人群里开口说。 她看到娟子跟小菜说过话。 其他小姐也说瞧见小娟。 以前跟小菜偷偷摸摸在厕所说话。 肯定是她。 紧接着。 关于娟子的指控越来越多。 甚至不需要证词。 每个人都一口咬死娟子跟小菜有关系。 无论娟子如何解释。 说自己没有手机。 也没有用过电话。 娟子看着王子起朝自己走近。 仿佛看到死神降临一般胆寒。 既然都说是她。 王子起面上带着和善的笑。 下一秒目光就一冷。 狠狠地挥着台球赶砸向了娟子。 一声惨叫。 让原本还在嗡嗡嗡的小姐们。 一下子寂静了下来。 娟子被打中了脑袋。 一下子砸到了地上。 白色的地砖上立马献出一滩血迹。 可是王子起没有停手。 他知道不太可能是娟子抱的警。 可是他要杀鸡警猴。 让那些心里有想法的人都看看。 背叛他会是什么结果。 台球赶一下一下地砸到娟子的身上。 娟子一开始还试着抱头保护自己。 可是没多会就没了声响。 整个人如死猪一样瘫在地上。 面对王子起独打毫无反应了。 小姐们都蹲在地上。 麻木地看着这一幕。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 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 王子起打累了。 终于停了下来。 随即便有人把娟子拖了出去。 在地上留下长长的一条血痕。 没有人关心娟子是死是活。 他们害怕的。 只有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娟子。 在这个小姐集中营。 善良和同情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 王子起下一个是谁。 就有人说是莉莉。 莉莉喊娇娇跟小菜住一块。 他们关系才好。 一个又一个的小姐被指认出来。 王子起手中的抬球感毫不留情。 以下又以下。 到最后已经分不清到底沾了多少人的血。 大厅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。 恐惧持续蔓延着。 没有轮到的小姐们吓得瑟瑟发抖。 惊魂不定。 却不敢和身边的人相拥依靠。 他们不敢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人。 这个地方没有人性。 彼此依赖的身边人。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出卖自己的人。 看到所有人害怕而防备的目光。 王子起知道。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。 说谁再敢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 这就是下场。 说这话的时候。 王子起正用手帕擦着手。 他的手指纤细白嫩。 却不知道染了多少人的鲜血。 这些人的死活与他合肝。 从他走上这条路开始。 人性就早就已经离他远去。 1995年的3月。 春节刚刚过去。 返乡的农民工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城市。 各地的劳务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。 小江是来自重庆山区的姑娘。 今年才刚满18岁。 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弟妹。 所以早早出来打工贴补家用了。 小江从小就帮着家里做农活。 脸上皮肤晒得有点黑。 一双手也有些粗糙。 但是他有一对格外水灵的眼睛。 何况又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。 身上自带一股朝气活力。 小江正发呆的时候。 突然听到一声温柔的声音。 叫他小妹妹哪里人。 想找什么工作。 小江抬头便看到了一位漂亮的姐姐。 这位漂亮姐姐就是王子琪。 王子琪说他们美容店在招人。 问小江要不要跟他去看看。 90年代开始。 美发美容行业蓬勃发展。 对于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子而言。 美容院是一个神秘又高级的地方。 王子琪长得漂亮打扮得又好。 很轻易地获得了小江的信任。 小江被带到了一辆中巴车里。 车里已经有了好几个像他这样年纪的女孩子。 他们提着简单的行囊。 脸上写着对未来的期许与兴奋。 差不多招了十个姑娘。 王子琪与妹妹王婉宁也跟着上了车。 王子琪笑着说上工前。 大家都得先接受培训。 这个培训费就不用大家出钱了。 但是得把身份证压在他那里。 他看着这些年轻稚嫩的面孔。 天真又信任地交出自己的身份证。 脸上的笑意逐渐加深。 很快。 中巴车开进了一家有些老旧的厂房。 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。 原本期待的目光渐渐被忐忑所取代。 这里怎么和想象的不太一样。 小江觉得不对劲。 决定退出。 他跟王子琪要回自己的身份证。 可是回答他的却是狠狠的一巴掌。 这一巴掌。 打蒙了小江。 也打蒙了在场所有女孩。 王子琪冷笑一声地说到了这里还想走。 他拍了拍手。 瞬间从厂房里跑出来了好几个混混。 恶笑着包围了这群尚且懵懂的姑娘。 王子琪圆形毕露。 目光冰冷地看着这些女孩。 这些人可都是以后为他赚钱的工具。 原来。 从1994年开始。 王子琪与王婉宁姐妹俩就开了一家美容院。 可惜生意惨淡。 王子琪很快就发现了。 那些生意红货的美容院。 背后都藏着见不得人的买卖。 很快。 王子琪也干起了卖淫嫖娼的生意。 然而做皮肉生意自然得有人才行。 一开始。 王子琪收留的都是自愿卖身的老游子。 那些人借着他美容院的招牌做皮肉生意。 而他则从中抽成。 这一本万利的生意。 让王子琪尝到了甜头。 可是自愿卖身的女人毕竟是少数。 而且喜欢三天两头的换地方。 没个定性。 王子琪决定招兵买马。 培养自己的小姐。 他把目光对准了来重庆务工的农村女孩。 这些女孩普遍文化程度低。 在重庆又举目无亲。 就算没了踪影。 也不会有人大张旗鼓地找她们。 他打着招美容美发学徒的幌子。 在重庆市的各个劳务市场物色目标。 早在小江这皮姑娘之前。 王子琪早就已经用同样的手法。 骗了不少不安事事的少女。 陶明谷是王子琪的合伙人。 生得白白净净。 心肠却无比黑暗。 把人骗来做小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 陶明谷坏笑着。 抓住了第一个提出要离开的小江。 小江尖叫着挣扎。 却无济于事。 陶明谷一把撕开了他的衣领。 露出白花花的胸脯。 周围的混混们发出了哄笑声。 小江尖叫着被陶明谷拖进了仓库。 惨叫着呼救。 却没有一个人来救他。 他听到外面传来王子琪的说话声。 叫女孩们乖乖听话。 就能少受点苦。 女孩们鸭雀无声。 温顺得如同绵羊。 小江被折磨了整整一晚上。 除了陶明谷之外还有别的男人。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。 在这个刚刚成年的少女身上。 发泄着自己的欲望。 小江虽然读书不多。 却也知道杀鸡儆侯这个成语。 他知道自己成了那只鸡。 真正意义上的鸡。 看到了小江反抗的下场后。 其余女孩选择了听话。 可是听话的下场。 并不能让他们免于痛苦与羞辱。 等待他们的。 是更加漫长与痛苦的折磨。 王子琪的团伙拥有严谨而苛刻的管理制度。 女孩们被迫学习卖淫技巧。 若是培训不及格。 就会遭到殴打与禁闭的惩罚。 在这里女孩们失去了自由。 更失去了尊严。 落入淫窟的女孩们。 从此成为王子琪敛财的工具。 沦为卖身赚钱的机器。 培训合格的女孩们。 只不过是从一个深渊。 落入了另一个深渊。 他们每天。 都必须完成王子琪等人指定的接客任务。 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。 哪怕是在月经期与堕胎期也没有例外。 从1995年到2003年。 小江在亮点茶楼度过了整整八年。 王子琪的威胁恐吓。 让他失去了反抗的勇气。 逃不掉就只能接受。 每天接客的日子让小江早就已经变得麻木。 他选择了服从和追随。 小江从最开始那个抗议的姑娘。 变成了王子琪信任的领班。 被人尊称一生江姐。 小红是新来的小姐。 年轻漂亮。 还有一个相爱的男朋友。 她也是被骗来的。 就如当初的小江。 而现在。 小江成了她的老师。 2003年7月9日。 小江至死都记得这个日子。 这是小红第一天接客的时间。 前一天晚上。 身为老师的小江。 特地叮嘱了小红很多事情。 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听话。 小红唯唯诺诺的点头。 可是到了第二天。 小红却一改温顺的形象。 竟然试图翻窗逃跑。 要知道。 杰克的房间可是位于八楼。 小红的行动没有成功。 因为亮点茶楼里。 里里外外都布满了王子琪的人。 小红被发现了。 惊慌之下她脚下一滑。 从八楼摔了下去。 小红的尖叫声。 让小江忍不住想起了当初。 那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轮肩的自己。 一样的绝望。 一样的痛苦。 小红没有摔死。 却成了高位劫瘫。 小江借着送饭的机会去看她。 狭窄而幽暗的房间里。 小红瘦骨临寻地躺在床上。 小红痛哭流涕问江姐。 为什么不肯放过她。 仇恨地抓着小江的手。 小江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 这么多年。 在亮点茶楼遭受的痛苦。 早就已经让小江忘记了疼痛的感觉。 小江难难自语说小红走不了的。 谁也别想从这里逃出去。 她眼神麻木而灰暗。 就连2002年发生在亮点的枪击案。 震惊了整个重庆。 在那样的情况下。 亮点都能全身而退。 那还有什么可以重创甚至摧毁。 这个可怕的色情帝国。 小江早就已经绝望。 落入淫窟的女孩们。 除了死亡和任命。 根本没有其他出路。 2002年5月7日晚上9点多。 正是亮点茶楼最热闹的时候。 灯火通明的大厅里。 等待了上百个客人。 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。 都是听说了亮点的名号后慕名而来的。 王子起出现在了门口。 他看了一眼排队等候的客人们。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 现在他手下已经有超过两千多名小姐了。 这些人每天都卯足了尽的接客。 不停地给他创造着财富。 听着一声声恭敬的问候。 王子起微微笑着。 如同巡视自己王国的国王一般满意。 曾经一夜抱负的梦想。 早就已经实现了。 然而贪婪是没有底线的。 王子起喜欢在最热闹的时候出现。 看着人来人往的茶楼。 他仿佛闻到了金钱的味道。 那么诱人。 那么美妙。 王子起坐在大厅里。 听着领班小声地汇报着这几天的业绩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大厅里突然响起的那几声枪声。 坐着的王子起一下子惊跳起来。 随着几声枪响后。 茶楼里充斥着众人惊慌的尖叫声。 王子起顺着方向看去。 就看到不远处几个男女倒在了血泊中。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。 而持枪的嫌犯早就已经趁机夺门而出。 杀人了。 现场的嫖客与小姐乱作一团。 王子起额头青筋跳动。 拿起了一边休闲区的麦克风。 大吼了一声全都安静。 王子起冷眼看着现场。 在她的威慑下。 除了倒在地上的伤者。 控制不住地发出痛吟声外。 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。 王子起冷静地吩咐着手下有序的疏散人群。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 他们心里都应该有数。 后面那句话是对现场的嫖客们说的。 王子起对自己的人有信心。 他们是绝不敢出卖自己的。 而那些嫖客就说不准了。 枪击案不比以前那些小打小闹的事。 王子起心里有数。 若是处理不好。 只怕亮点茶楼就完完了。 为今之计。 只能尽可能地减少此事的影响了。 在王子起的指挥下。 亮点茶楼以最快的速度疏散了嫖客和小姐。 只留下了部分的工作人员。 而几位伤者。 包括来自北京的客人以及受伤的小姐。 被送去了医院。 在救护车赶到之前。 王子起亲自和几位尚有一时的伤者。 聊了会天。 混迹江湖多年的王子起。 向来不是心词手软的人。 胆敢对他造成威胁。 就得承担惹怒他的下场。 在王子起的威胁恐吓下。 几位伤者都对当晚发生的事闭口不谈。 无论医生和媒体怎么追问。 都没有问出当天的亮点茶楼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对于伤者们的死去。 王子起感到很满意。 他原以为这次枪击案就这样结束了。 谁知道嫌犯逃离的时候。 持枪威胁多位出租车司机。 出租车司机们纷纷报警。 发生在亮点茶楼的枪击案。 最终还是引起了关注。 面对专案组的调查。 王子起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狡诈的本性。 他重金收买了线人。 在专案组到来之前及时接到了消息。 转移了亮点茶楼的小姐们。 只要没有证据。 谁也拿他没有办法。 王子起牢记这一点。 如同一条滑手的鱼。 多年来始终游走在法律的边缘。 因为受害者们的一致监口。 发生在亮点茶楼的枪击案。 最终不了了之。 亮点茶楼很快就重新开始营业。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 开始营业前。 王子起亲自发表了讲话。 说前几天的事只是个意外。 都给他忘掉。 该干嘛就干嘛。 而经历过枪击案的小姐们。 也对王子起的能量。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 就连这样震惊全社会的枪击案。 都丝毫无法动摇王子起的统治。 还有什么可以瓦解他这个非法的色情帝国。 每一个被迫的小姐心里。 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 他们是真的逃不掉的。 也许他们将一辈子。 深陷这个肮脏的泥潭。 直到腐烂。 2004年的夏天。 炎热而焦躁。 此时的亮点茶楼。 已经更名为亮点会所。 生意一天比一天红货。 早就已经成为重庆名副其实的肖金窟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。 亮点对小姐数量和质量的要求。 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。 王子起不再满足于。 从劳务市场骗来的农村姑娘。 她开始派人前往各地搜罗漂亮的姑娘。 最新的一批姑娘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。 大多数是外地刚刚毕业的中专学生。 不过18、9岁的年纪。 天真烂漫。 涉事不深。 被她以招聘美容师。 或者茶楼服务生的名义骗到重庆。 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后。 这些新来的小姐。 终于达到了上岗的要求。 上岗前的最后一关由王子起亲自把控。 王子起看着站在面前的一排姑娘。 轻飘飘地发话把衣服都脱了。 听到王子起的话。 姑娘们茫然又呆愣。 然而培训期间灌输的思想。 让他们失刻牢记。 反抗三姐等于找死。 所以每一个人。 都乖乖听话的拖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。 王子起满意地看着面前这一排白花花的肉。 她挑姑娘的时候不仅看脸。 更看身材。 一个个都是前凸后翘的。 男人最爱的款。 王子起看着手里的苗表。 发布了一个让这些新小姐目瞪口呆的要求。 要求十秒钟把衣服都穿回去。 其中有个叫小雅的姑娘发出了疑惑。 其他姑娘虽然没说话。 可眼神中都同样流露出困惑。 王子起则微微笑着说出的话。 却让所有姑娘打了个寒颤。 说他们会做到的。 培训的时候。 他们不也说做不到吗? 现在不都行了吗? 一瞬间。 所有姑娘仿佛都回到了那个可怕的集中营。 事实证明。 王子起从不是什么心软的人。 说十秒就必须十秒。 姑娘们一次次的脱光。 一次次的穿衣服。 打不到要求的自然有惩罚等着他们。 耳光、吊打、电棍。 总之种种令人胆寒的手段。 都会毫不留情地使用在这些女孩子身上。 最终女孩们摸索出了规则。 从脱衣服开始。 就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摆放。 这样子穿起来才不会手忙脚乱。 尽可能的节约时间。 十秒穿衣的训练后。 就是25秒撤离的演习。 总之。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。 每一个姑娘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撤离。 做不到的人挨打、挨饿、关禁闭。 人在极限之下的潜力是那么可怕。 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能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。 这是王子齐最引以为傲的一点。 十年的时间里。 亮点从未出过式。 一方面是因为王子齐与上面的特殊关系。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王子齐对小姐们如此严苛的演习训练。 每天上午雷打不动。 但凡没有上中的姑娘。 都必须参加撤退演习。 只要房间里的灯一亮。 外面有人喊一声找东西撒。 姑娘们就必须在35秒内撤离。 可是万事都有特殊。 周倩就是这个意外。 周倩是重庆本地人。 2005年的2月。 她来到重庆劳务市场找工作。 却被王子齐的人连哄带骗的骗到了亮点。 周倩从小就不是聪明的姑娘。 总是被爸妈妈笨手笨脚。 面对着王子齐的极限训练。 周倩一次一次的失败了。 每次失败后。 周倩都会被关进了黑屋。 双手被手铐靠住。 高高地掉了起来。 全身上下只有大脚趾可以支撑着地面。 整整一天被放下来的时候。 周倩几乎以为自己一定死定了。 全身的肌肉都酸疼得不像是自己的。 这种惩罚生不如死。 有过一次绝不会想要第二次。 然而周倩却经历了整整四年。 周倩无数次不想活了。 可是她根本找不到机会对自己下手。 自从小红跳楼后。 亮点茶楼的所有窗户都安上了防盗窗。 而小姐们平时根本接触不到锐气。 像周倩这些不老实的小姐。 就连睡觉也会被捆住手脚。 与周倩这些小姐悲惨命运。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。 王子齐却一天比一天风光。 随着靠山地位的水涨船高。 王子齐也越发得意。 只有你想不到的。 没有小姐做不到的。 亮点打出这样的招牌。 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客人。 而在繁华的背后。 却是三千多个悲惨的女人。 她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。 给王子齐团伙创造了无数财富。 在黑暗的深渊里。 那三千多双眼睛只能在夜晚时分。 透过那一小扇窗户。 麻木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 她们还有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。 她们还有没有重获自由的一天。 2009年8月7日。 期盼已久的光明。 终于照进这座阴暗腐朽的小姐集中营。 善恶到头终有报。 亮点已经存在15年了。 在这15年里。 王子齐三姐的名号。 在重庆地界几乎是无人不知。 无人不晓。 然而这个世界。 没有什么恶人能够永远屹立不倒。 2009年8月7日深夜11点。 重庆市渔中区200余名警察。 突袭了位于大溪沟的亮点会所。 将王子齐、炮鸣鼓、钟光玉等三人为首的主要犯罪嫌疑人。 和余下的50余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。 存在了15年之久的小姐集中营。 终于随着王子齐等人的落网而分崩离析。 包括小江、周倩、小红等在内的三千多名小姐。 得到了解救。 被囚禁了六年之久的小红高位劫滩。 受骨灵丁。 压根没有了一点人样。 当她被公安带出漆黑的小屋。 看到第一缕阳光的时候。 她失声痛哭。 而彼此的周倩。 早就已经精神适常了。 一看到人就会惊慌地认错。 她迅速地脱下自己的衣服。 这是她在亮点形成的条件反射。 是长期惩罚与惊吓造成的后遗症。 随着审查的进行。 周倩、小红、小菜、娟子等等。 越来越多小姐的悲惨遭遇被揭露出来。 瞬间点燃了亲属以及群众的怒火。 要求严惩王子齐以及团伙的呼声此起彼伏。 2010年8月。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。 对该案一审公开宣判。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。 强迫卖淫罪、组织卖淫罪。 非法拘禁罪、行贿罪、五项罪名。 对王子齐决定执行死刑。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其余24名组织成员中。 一人被判处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。 两人被判处无期刑。 21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。 涉案的4名公安民警。 分别因受贿、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。 被判处三年零六个月。 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 2011年12月。 王子齐被执行死刑。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组织卖淫罪被判死刑的女人。 王子齐的作恶人生终结于此。 这也算是应了那句话。 善恶到头终有报。 不是不报。 时候未到而已。 好了。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老黄瓜。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